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PTE大西瓜成功学子采访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陈同学 他在这次的考试中拿到了高分欺诈的好成绩 那其中口语更是从一开始的65分到现在的80分 进步了15分拿到相当于雅思8的好成绩 我们恭喜他 那陈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在来大西瓜之前情况吗 是考的雅思吧 大概是5.5均分 然后上的本科 然后从此以后就再也没学过英语 一直到自己研究生快毕业 然后想试一下考那个4个7 那陈同学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大西瓜就读了哪些课程呢 我在大西瓜主要上的是口语的课 然后就是read aloud 然后repeat sentence 然后describe image 这些都上了 然后我还好像是短暂的上了一点点SST和WFD 那在大西瓜读的这些一对一课程里面 你还记得你的任客老师有谁吗 我记得我的任客老师就是雷雷老师 那通过雷雷老师的课程 我们有得到怎样的帮助呢 首先就是纠正了自己一些发音的习惯 就是你自己说话说英语 你是听不出来自己有什么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 平常你在生活中也很少有别人会去 真的就是给你指出来说你有什么问题 需要真的要改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 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发音啊 各方面朗读啊是有问题的 我们在雷老师的一对一课程之后 复习了多久 拿到这一次的高分欺诈好成绩呢 因为我中间是有大概三个月停了 没有在学这个去学校接着上课嘛 然后大概就前面一个半月到两个月 后面有一个月大概三个月吧 前期投入的比较多 前两个月应该是大概有一个半月 都是全职在学的 也差不多学个四五个小时吧 那一个半月 然后因为是就是从零学的嘛 就是你还要了解题啊什么这些的 然后到后来的话 就是准备考了一次两次以后 再接着往上考的时候 就投入的时间没有时间那么多了 可能一天三到四个小时 然后周末可能时间比较长 五六个小时 如果是每天投入时间有限的同学啊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陈同学这个学习的方法和情况 就是时间有限的话 我们尽量让我们有限的时间效率更高一点 或者就是让我们的练习变成有效练习 对吧 嗯 是的是的 嗯 那我们还想了解一下 就是一对一的任何老师 在课后有给我们批改作业吗 有有这个是非常感谢的 因为因为我自己是就是有坚持这个东西 不过我觉得这样就是上这种课也是很好的 就是你要自己有一个坚持的过程 这个我觉得口语啊 这种东西就是多练习 你每天有这样一个群 你就会每天能看到这个群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自己没写作业 没有交作业 其实就是反向了督促自己写 就是我有时候什么 有时候累了什么的 别的就是像阅读啊什么都不做的话 我也会把口语交上 因为我感觉没交的话 那就是我今天没完成作业 然后每次的老师批改特别认真 我属于无业选手 我大半大概每天11点到12点 才会给他交这个作业 然后第二天才的老师看到的时候 也是及时给我回复 就是一条一条回 然后还会拿那个评 就是接下来 我读的那个选段 到底应该怎么停顿 有哪些单词读的不好 它会给我标出来 那我们这个任客老师批改作业的服务 是只在我们上课期间有吗 还是说到我们这一次拿到目标分呢 一直都是有的 从上课开始一直到 就是我自己后来复习 包括我也说了 中间停了有三到三个月 这三个月之后 我还就是在交作业 还是一直有这个批改的服务的 那陈同学 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我们整个备考过程中 有使用哪些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些呢 我最推荐的就是 每就是七天的那个更新 就是真体预测 我觉得那个非常重要 基本上你要想拿到一个 你理想的成绩 那个是必须要看的 而且其实不要觉得它特别多 它这个东西吧 你看了 其实它大体没有怎么变 变的就是少部分 你只要花时间 惊讶心来 哪怕时间长点一个月两个月 你去把它全部看一遍 全部捋一遍 其实考试时候真的没问题 而且我觉得最推荐的部分 我就是觉得是WFD 我考了这么多次 基本上每一句话都在里头 就是我能感觉到在里头 那如果自己没背到 就非常的懊悔 然后下一把就接着背 WFD是一定要就是全部背 而且那个资料里的WFD 是真的精简到不能再精简了 是一定一定要背的 我们有去大师卦的练习网站 去练WFD吗 有 我在练习网站上把那个 那些题就是刷了一遍 然后我觉得那个也挺好用的 这样的话 你有一个就是记录 你到底背了多少个 这样子的话 你自己心里有个数在考试之前 那陈同学作为一个口语 从刚开始到现在进步 如此之大的一个同学 然后以及各科都有很大进步的一个同学 那你在整个PTE背考中 最有心得的是哪一部分呢 我觉得RE这个部分是真的是需要 一是需要练习 需要时间 然后这个东西它不是在于 或者你把它背过啊 怎么着 然后命中率高点你就能做好 这个就是真的是每一天每一天的积累 我真觉得你可以读的不多 一天读一两个 你把它读好 你只要坚持好了 因为其实我坚持好了 你感觉上题库里R也很多 其实我这样每天每天读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我基本上快把它读到 有一个四分之三的感觉了 你是能读完的 那陈同学 作为一个高分欺诈成功学子 口语八分的成功学子来说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背考同学分享呢 这个的话我自己个人觉得 首先自己你得刻苦认真练 这是一定的 谁也逃不了 而且我一直是觉得你学英语 真的是一个人的事情 别人再怎么样帮助你 你自己如果打心理 没有这个学的动力 是很难的 所以我觉得首先你得有目标 有目标以后真的要去学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已经水平达到差不多的一个状态 但是你就是考不出来 就像我之前呢 一直就是挂阅读 我阅读考两次 一次差两分 一次差一分 就让心态上打击很大 然后我当时的想法是再去接着考 我身边的朋友啊什么都劝我说 可以缓一缓也不着急这一下 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听了他们的话 我觉得真的挺有用的 你缓一缓 因为你的成绩就已经到这了 你考不出来 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因为你心态不好 就是心态上去了以后 你自己知道自己卡阅读 阅读的时候就会非常紧张 然后反而放了几个月之后 再去学这个东西 心态调整好 我就知 就是自己是有自己的 就是有一定的信心嘛 我就知道我自己就差 有一点点的时候 你再去考的时候 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的 那我们感谢陈同学 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 PT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PT大西瓜成功学生访谈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